5月31日,范冰冰出席了某盛典,宣告正式复出。 只不过,活动很快就把范冰冰C位海报撤了下来。 还删掉了名字,最后仅是低调现身,结果还是复出失败了。 其实早在4月份,范冰冰就有了行动。 先是高调参加某活动,后是被外媒爆出确认复出,5月份也是新闻不断。 看来范冰冰想要复出是轻而易举,只是早晚的事。 很多观众就会想起那不被推迟已久的八清传,是不是也该随着范冰冰的复出而播出了呢? 但是唐德影是坦言受到了社会舆论事件的影响,八清传要推迟播出。 而且八清传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。 一是等待主演复出,二是更换主演。 第一种方案显然是遥遥无期的,高云祥和范冰冰两人都是出的大事。 劣迹艺人很难被观众认可。 第二种方案更是要增加不少拍摄成本,除了演员之外。 还有更多的财力是要消耗在大场面的配置上。 所以,还要看唐德影视是怎么决断了。 八清传从2016年8月份开拍至今,就是一路坎坷。 三年过去了,两位主演相继出世。 导致这部剧没能播出,如今又传出了要更换主演的新闻。 看来想要播出还是没有那么容易。 当时八清传还叫迎天下,并在2016年8月开机。 结果因为中途改景筹备,五个月后才重新拍摄。 2017年的9月份,终于杀青,2018年该剧原本是作为开年大剧播出。 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将成为迎天下最终的首轮卫视播出平台。 但是在播出前,都撤了党,之后改名叫八清传,却也没能播出。 结果在1月份就发生了李小璐事件。 李小璐的好闺蜜马苏却跳出来帮李小璐澄清,结果让他自己成为了重视之地。 而马苏在八清传担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女二号的角色。 让这部剧受到了舆论的影响。 2018年3月,高云翔在澳大利亚涉嫌性侵被逮捕。 唐德影视也发表声明,高云翔若违法,参演电视剧或演播。 结果就在5月份,网上就传出了李晨旧场补拍八清传的消息。 让李晨在绿幕前完成相关戏份,然后通过抠向技术替换。 但官方称并没有取消高云翔的戏份。 就在高云翔性侵事件还没有结论的时候,2018年6月份,范冰冰的旧姻姻娘合同遭到了舆论的攻击。 直到10月份,范冰冰才因偷税漏税而被查出,并罚款补交了8亿元人民币。 两位主演都因违法犯罪而被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高云翔一年未曾出现在荧幕之上,直到今年4月份才首度发声。 但性侵嫌疑依旧在他的身上,还未能得出结论。 范冰冰的偷税漏税事件也给公众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 也消沉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。 八经船也再也没有了播出的消息,可以说这部剧从制作至今是非常坎坷了。 也不知道是这部剧有毒,还是主演都太不争气。 想到2018年快年晚会,高云翔和范冰冰还手牵着手唱着歌。 只是都没有珍惜曾经能够播出的机会,如今的投资方一定想能够回到当初多好。 有网友评论干脆不要播了,免得再投入更多的钱再亏了就不好了。 应该要及时止损,也有网友说可以换掉主演,最好再加点钱,把马苏也换掉。 如此这般,八经船还会有人去看吗?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